海边风大冷不冷啊 喝点这个 你怎么还没走啊 那满月酒那边怎么办 嗯 你怎么还没走啊 嗯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关心别人 满月酒散了 方秘书打电话来说 秦庸素回到了公寓 可能是他无法面对我 又或者他恨透露我 不想见到我 那你打算怎么办 离婚 在想什么 我知道 我没有资格说什么 可是 你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 因为两个孩子是无辜的 他们还那么小 一个身体还不好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能帮他们说话 我 我不是为他 我是为了两个孩子 我知道这样让你很为难 我也不是说不让你们离婚 只是 能不能别那么坏 霍之啊 你应该清楚 我跟他的关系 也不可能这样维持下去 照顾我必须理 可是我能保证 尽量能满足他们今后的生活 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 要知道 毕竟是秦庸素欺骗我在前 毕竟是秦庸素欺骗 我认为你做什么 都是应该的 无论如何 我都要谢谢你 谢谢你原谅我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你也可以原谅姐姐 谢谢你 我跟秦庸素之间 还谈什么原不原谅 也没有意义 而你 你要多为自己想想 之前听秦庸素说 要送你去里面读书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忙 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怎么能再用你的钱呢 获知你要知道 我帮助你 跟秦庸素没有任何关系 仅仅是因为你是获知 我是真心这么想的 现在的我 站在你的面前 就只剩下愧疚 其实你放心 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 要去什么里面读书 只不过 现在 又真正地回到 我自己的生活轨道上来 所以 以后 不要再关心我 不要再试图 不要再试图 把我做些什么 不要多好 就让我们 回到最初的样子 最初的样子 可初消失的样子 我承认还有感觉 想起你眼里恶貌淡水 有天寒地冬才对 能确认 我没拜拜浪费 爱你 爱你 那些 如果说 空中飞 不了的冬天 这些离开是最 是 尝尽告别 都被烟烟瓦解 等在夕阳可浅 最后的决定 先为谁纪念 你别说 你别说 这是多不太的泪点 你别说 两个人是 两个世界 让一天像一念 让一年像一天 怎么能走进 你心里面 只爱你不别 我承认还有感觉 我承认还有感觉 看着你心里玫瑰凋谢 你数研究所 能做的 来 来 起二的啊 一 二 三 起 不行 你动了 闭眼闭眼闭 晒一张啊 一 二 三 起 我说 这是多不太的泪点 你说 两个人是 两个世界 让一天像一年 让一念像一天 怎么能走进你心里面 只爱你不别 喂 什么 我知道了 我马上赶过去 你爸的生命体征还算正常 你留在这儿也没用 回去休息吧 有事我会通知你的 我就在这儿陪着他 你只照顾我爸也累了 还是你回去休息吧 其实你爸现在这个样子 反倒不会知道孩子不是你的 否则就不是昏迷这么简单了 江村 其实你真的不该走这步 离开我爸爸 有的时候我觉得 你跟秦永苏很像 跟我爸跟我不一样 我了解他 这么多年他之所以没有让你进江家 是因为他最在乎的那个人 不是的 江村 你也这么说伤害不了我 不要再做任何事了 更不要让波儿在背后做什么 他是无辜的 我今天也把话说清了 像我爸在醒了的时候 你已经走了 好 你也要 tac 打赏 你什么意思 你不听他 我会不会这样 我还没充飞 你这样一些 我会让你让你来 你不听他 我已是怕你 你很不听他 我底下 我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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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冷 小贼 加油 好吃 去看班 吃 Apple 我怎么知道呀 那么懒了 好 我去去去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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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植 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我也不知道我能去哪儿 所以就怕我来找你 瞧你说的 你要没地方去来 我这儿就对了 快进来 快 我不知道 霍植和秦因素 是什么关系 但我能肯定的是 霍植是霍植 秦因素是秦因素 所以博儿 我并没有骗你 我只是 不知道如何跟你解释 可是 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 跟秦因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秦因素 也从来都没有说过 她有双胞胎的姐妹啊 霍植 从小是孤儿 霍植 所以我也不敢确定 她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不对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不 不管是秦因素也好 获职也好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现在 正在努力放下对她的感情 你 能不能给我点时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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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说什么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我说 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 我会彻底放下对霍植的感情 然后 然后怎么样 然后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 让我们 让我们 安全感 非常完美 那就用爱来交换 小雅 我被骗了 你不许哭 你哭什么 你又没做错什么 你堂堂正正的好不好 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 我陪着你 谢谢你 小雅 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你早就该给我添麻烦了 你要是给我添麻烦 还有这些狗血的事吗 笨蛋 还是你对我好 赢素啊 赢素 赢素 出来吃点早点吧 你终于出来了 妈 我想好了 我是不会跟江村离婚的 只要我是一天的江太太 谁也比想赶我走 赢素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说你现在离不离婚 已经由不得你了 不到最后一刻 我情宿绝对不会认输的 你干吗去 爸住院了 作为儿媳妇 我要去尽孝道 你现在去 会被人家笑话死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打垮我 才是最大的笑话 怎么又来了 江村 这几天累坏了吧 你肯定没好好吃饭 我让妈给你熬点粥 我给你盛了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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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也不用干 律师函 我已经让律师演艺好了 到时候律师楼见吧 江村 忙一久没有办也就算了 可是爸现在还在医院里 我们俩趁着离婚 不是让人笑话吗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你都跟别的男人生了孩子了 你居然还要祈求我 对你的原谅 你觉得可能吗 为什么不能原谅啊 我们俩是夫妻啊 而且 你出轨了 跟那些女的不三不四的 我说什么 我追究了吗 你简直是恬不知耻 江村 江村你难道忘了吗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发过誓的 我们要永远相爱的 你都忘了吗 以前是我眼瞎了 但是我的心没有瞎了 你们虽然找到 是同样一封连口 但你们完全是两类人 你终于承认了是吧 你喜欢上了霍之嘴巴 就是因为她跟我离婚的 就算是没有霍之 我照样跟你离婚 就算没有霍之 你不会这么铁脸 心给我离婚的 这婚我一定会 等于李时楼见了 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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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东西掉了 人家伦 你为什么又跟着我呀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滚 我不是让你滚 你滚啊你滚 你滚啊你滚 你这人啊 我好心把你捡起来 你怎么骂人啊你啊 你是设计 陷害我 现在你满意了是不是 你满意了是不是 你滚 我让你滚 你滚啊你滚 你滚 你真是个妄罢你啊 你别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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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什么 我怕什么 我怕什么 你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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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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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seriousness sic season 我心里 我不会让你们这么资偿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想都别想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别开人 小姐 你快 小哥 别开人 小池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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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是你姐 行音速吧 以后她的消息不用告诉我了 来 集合 你看一看呀 走吧 小池姐这是怎么了 行音速是你姐呀 快点 快送我去医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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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不是要去公司上班吗 怎么改去医院了 你别问了 赶紧快送我去医院就对了 哦 这医生 病人全都看着 轻音速的视频了 这都在那儿硬着呢 看着了 我为了想安安静静地解决这件事呢 现在倒好 整个秦岛都知道我 我江村有一个精神失常的老婆 你现在 想怎么办呀 先把这些东西删了吧 想办法 好 现在又去 等等 你帮我问一下 问一下王律师 问一下王律师 如果秦岭素真的是精神失常了 会不会影响我离婚 你怀疑 秦岭素可能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 那先老板再说吧 行了 你呀 好好的看着老爷子 王律师那边 我会沟通好的 对 谢谢 谢谢 应肃 应肃啊 你倒是开开门啊 你说你躲在里面 算怎么回事啊 我还不哭 嬴肃 你开开门好不好 看这孩子都找你呢 你倒是开门啊 你别怕自己关在里面 我还不哭 嬴肃 你开门 妈知道你不想离婚 我还真的去找江村求情 嬴肃 你开开门好不好 出来 不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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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嬴肃 你也别闹了 不哭 嬴肃 嬴肃 快跑了 别闹了 快跑 快跑 你怎么回事啊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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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王律师 王初中 您什么时候方便 麻烦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 我们需要您签署一份语见 我不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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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离我 哥 秦英素是疯了吗 他在家丢人现眼也就算了 现在网络上都是他发疯的视频 这我们江家以后怎么做人的 他以后不是江家人了 明天我去办离婚手续 离婚 哥 你想通了 你真的啃离婚了 我当初又跟你说过 就不应该娶这个秦英素 你还不听我的 啃离婚就好 想通了就好 对啊 你不会要多给他摄氧费吧 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欺软啊哥 对啊 想不了这个问题 你不要总是逃避问题 我累了 回去了 对啊 哥 你 江总 刚才护士说你也没合眼 吃点东西吧 谢谢 谢谢 我 能拿一个人进去吗 只要他能想通 肯离婚就是好事 对了 刚才您电话响 我帮您接了 是一位姓王的律师打来的 说什么授权书 授权书 嗯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我要是知道我哥 会跟秦英素离婚 我签那个授权书干嘛呀我 我哥知道肯定要责怪我了 什么授权书啊 你跟我去找一下王叔叔吧 好 不可能做废 要做废也得等老爷子醒过来 你无权做废委托书 那我自动放弃还不行吗 委托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呢 你无权自动放弃 除非你在继承江家财产之后 按照法律程序 来选择自动放弃 不是 这样不合理呀 我有字 我为什么不能放弃 我哥比我会经营公司 我当时只是一时冲动签了字 王律师 您跟我爸是这么多年的朋友 我一口一口叫您王叔叔 您就不能通融通融吗 我通融不了 我除了和你爸是老朋友 我还是个律师 那我爸要是一辈子不行 我这个东西还一辈子不能改了 意思是这个意思 不过 还要看事情发展而定 我觉得你爸当初立下委托书 必定有他的用意 我当时怎么那么冲动啊 既然委托书不能自动放弃 你打算怎么跟你哥说呀 我怎么开口啊 这中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现在突然跟我哥说 公司的精英权不归你了 由我来掌管了 太残忍了 我说不出来呀 可你总是要说的呀 这我爸要是一辈子不行 我难道要背叛我哥一辈子吗 他知道这些事情 肯定要伤心死了 清者自清 我明白你是想保护你哥和姜家 才做这个决定的 还是你懂我 不得把这个表给主任签个字 你看 那个病号家属 他老婆前段时间 来大闹的时候的视频 被传到网上去了 小雅 我给你看看 我看看 听说他们可是豪门 僵尸地产的大部分资产 都是他们夫妻的 难怪那你都我看着眼熟 之前我肯定也在哪儿见过他 给 你 喂 小致 你出大事了 姐 姐 姐 你别吓我呀 姐 你说话呀 姐 这是怎么了 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做到现在 你说这网上的人怎么这么确定没有 你说这以后让英素还怎么活呀 那江村知道吗 得让江村知道姐的状况啊 江村要离婚 昨天让律师给英素打了电话 让他去律师事务所 可是他现在这样子 可怎么去 我去找江村 你看看 文件上加的离婚赡养费 你说最关心的是这个 我拟定的数字 应该可以让秦英素和孩子一时无路 你呢也算是人之意尽了 江村 江村 算我求你 可不可以不要离婚 我知道这个要求 对你来说很过分 可是 我姐现在的精神状况 真的很不好 我怕她再受刺激 她肯定会不行的 要知道 我跟她的关系就是这样 从一开始就这个错误 所以这婚肯定是有利的 我知道 只是暂时不要跟她离婚 你们可以分居 我姐在外面带着孩子 她是不会去打扰你的 只是 要是现在跟她离婚 我怕她受不了这个刺激 网上的视频你也看过了 她平常绝对不会 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真的是控制不了自己 万一她又是演戏呢 万一她又想骗你怎么办 不会的 你相信我这一次 姐姐状况真的很不好 以前不管怎么样 她都不会不管孩子的 现在她连孩子都不管 就会在屋里哭 算我求求你了 江村 给她一点时间吧 从法律角度来说 就算其因素 真的精神出现问题 只要能证明 你们两个感情出现破裂 就算是打官司 你的胜率也会比较大 但从人情上来讲 江村 我也介意你缓一缓 毕竟江家有头有脸 如果你跟秦英素 离婚的消息一旦传出去 必定会有不少媒体关注 如果让他们知道 你在秦英素精神出现了问题 的情况下跟她离婚 对你 对江家的声誉 都会有影响 那你们知道 可爱大言 昨天你还有一巫頭 是什么你 络婚子 大家回想吗 不要再承设你 房子 很好 你看这畅形 在这件事情上 我知道我很自私 可是没办法 我只能选择解和妈 你呢 最近管得好吗 挺好的 平平淡淡 但却很踏实 我觉得这就是护知应该有的生活吧 如果有可能的话 不要再玩几租的事了 只会让你更受伤 我知道 这么说也是白说 或许你可以这样答应我 今后不管我跟秦宿的关系 变成什么样子 我要责备自己 来 喝杯咖啡 提提神 来 你今天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秦英素躲着我 是霍知来的 他还帮着秦英素呢 要是我早就翻脸了 你就应该把这件事情 全盘告诉他 当年 是你错把秦英素 当成霍知 才取进了门 但是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现在只想赶紧离婚 不要再让他伤害任何人 你是怕 在伤害他霍知吧 变了 之前你让我帮你查这个霍知 还查出点东西 这个之前 霍知失业啊 好像跟秦英素也有关系 真的 我猜啊 是这个秦英素 想让霍知 心甘情愿地定替他 进入江家 才先把他逼得走投无路 真是无所不有其籍呀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疯了 一定是有原因的 一定不要那么简单 那我要不要 先请个精神科的专家 给他看看 不用 不管他是真风还是假风 等会儿我必须给他理 我只是不想等着霍知的面 才穿他 到最后 委屈的还是你自己 这公司 五星级酒店的融资会议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看这老爷子 一时半会儿了也醒不了 要不你先回公司一趟 主持一下大局 就是博尔了 可是他能懂什么呀 不是还没你帮我吗 我真的累了 我知道 你接下来 你还是你在找不着 还是他能有孩子 因为他们第一就是 要不会这么多啊 那么年轻人 你才可以做不得了 当蛋护和少女人 咱能超越称的 最重要得您的 都是为了 我来也要听你 姜村说离婚的事 她可以暂缓一下 但是她的态度挺坚决的 说不管姐怎么样 她都会离婚的 所以我觉得 还是劝劝姐吧 让她想开一点 能说的我都说了 可你姐从小就算牛角尖 她想做的事 我根本就劝不住 要不然 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 妈 你也别太伤心了 现在能做的 就是别让姐再受刺激了 等着改天 您就带她去医院的精神科 看一下吧 她不肯去 我也没办法 慢慢来吧 姐的这个手机 就先放我这儿 我怕姜家人再找她麻烦 放我这儿 还能应付一下 能拖一厅睡一天吧 都听你的 现在我最担心的 就是网上那些视频 你姐都不敢出门见人了 这个你放心 江村已经找律师了 网上的视频都已经删了 你说江村多好的女婿 你姐不珍惜 就是没这个服务器 我就知道 只要霍智去求你 你一定会答应 还说你霍智没什么 霍智 你要是想取代我 我绝不答应 我绝不答应 江总 我们这边有一个文件 我们下午还要几个会啊 我们下午还有三个 三个啊 是的 都必须要开吗 对 行吧 那你先出去吧 好的 江小姐 找我 对 你有上海五星期酒店 承包商的名单吗 给我一份 有 你现在就要订承建商啊 有点早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融资会议 我知道 我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融资会议 我筹备融资会议 所以要这个名单 就是显示他们知道 我们准备得很充分 怎么 你不会 只听我哥一个人的吧 不是 不是 我现在给你拿去啊 对了 我哥说他有什么时候 回来了吗 可能还要过几天 还要过几天 所有的事情都推给我 弄得我都没有时间 去看罢了 老爷子情况稳定 放心吧 我去给你拿了 是不是该告诉你呢 是不是该告诉你呢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阿安爷 你怎么来了 我去看你爸了 本来想叫着你一起去 结果怎么打电话都打不通 秘书说你在开会 所以我就自己去了 我这忙了半天 我也没看我手机在哪儿 我现在啊 是越来越理解我哥 为什么连吃饭的时间 娱乐的时间都没有 这不 我也正式跳入湖海了 你现在是姜总了嘛 当然要比别人辛苦了 来吧姜总 这么累好好补补啊 好 要不要到诊所 我去给你针灸一下 算了吧 阿阿姨 我这融资会议之前 是一点时间都没有 也好 趁着你哥在医院守你爸 正好是你大显身手的机会 也得让那些股东看看 江家不止江村一个人 你也一样能打理好公司 安阿姨 说实话 我真的有点后悔 签的氛围特殊 这几天我一直提心吊胆 生怕哪天我哥知道了 跟我生气 有什么可怕的呀 那是你爸的决定 你爸给你的 又不是你抢的 波儿 你现在不要胡思乱想 一心一意地打理好公司 这样你爸醒了 也会高兴的 正好 阿姨 生怕哪天我哥知道了 跟我生气 始 Zombie 服时 你把他拿出来干什么呀 我仔细想了想 就算江村 那不是我亲生儿子 毕竟我也养了他那么多年 而且江是在他的张力下 也真真是伤 现在也有了孩子 我刚打电话 叫王女士过来与他 我想把这个委托出作废 那博儿怎么办哪 有江村在 博儿那份上不了他 小叔 我太了解博儿了 他撑不起江氏 到底是因为博儿撑不起江氏 还是因为江村是那个女人的儿子 阿易秋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可是建国你要想清楚 江村他毕竟不是你亲生骨肉 至于活儿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到底在做什么 江村说你别错啊 你只是我死人一生 以后江家的事 还有公司里面的事情 上下上了 我知道了 王律师什么时候来啊 他还在庭上 秘书说啊 下个庭会跟我联系 那我先帮你针灸吧 这样王律师来了 你还能精神一点 来吧 你还能阻止 你还能也无法 你还能不能够 你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不死 他在彼此 他跟他们肯定 他一来 他在上下 他在上下 那边 都是你逼我的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你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你